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岁 太岁是什么 所以是道教神书经说 太岁人均之下率领诸神统政方位 寒运持续总成岁功 也就是说每年有一个太岁神 太岁神是整个这一年里的神的总督 他统领所有的神 维护着一个人间正道的正常的运转 太岁不是你们害怕的那个太岁 说我不要拜太岁 太岁要害我 我要拜太岁 太岁才保护我 No 为什么你今年犯太岁 冲太岁 行太岁 害太岁 是因为你出生那一年的地支 地支 地支跟太岁的这一年的岁神的地支 是相有行 冲 害 犯 这样的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尤其需要这一年的诸神总统 总督去护佑你 提醒他的帮忙 化解这个行冲克汗 行冲克汗来自哪里 不是太岁给你的 现在要搞清楚 很多人是太岁这么坏蛋 让我流血 让我不顺 No 不是 你错了 他是帮助你的那个神灵 是因为你出生的那一天 那一年 这个太岁是按照年太岁来算的 出生那一年的地支 决定着你今年跟天体 星体的时空场 会发生对冲 会形成克害你 所以需要太岁神来保护你 它是护佑你不发生事的那个神灵 不是让你倒霉的那个神灵 这个大家要清楚 所以是寒运时序总成岁光 也就是这一年你是否成光 要他的保护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 只是你自己去做 如果你有行冲 害犯就很难 没有他的保护 有他的保护 总成岁光 这一年只见功德 不见雪灾之光 希望纠正大家对太岁的恐惧 不要什么要拜呀 你不拜他找你的麻烦 那就不是正神了 那一定是坏蛋的神 要搞清楚 三命通慧说 太岁者乃一岁之主宰 诸神之领袖 太岁当头有灾祸 行冲迫害鬼推磨 流年有还奉祭神 头婆雪溜难得过 也就是犯太岁 行太岁 害太岁 冲太岁 你的地支里面携带的信息 跟天的磁场 反应过程中容易导致你的灾害 不是太岁让你搞的灾害 反倒你有他的护佑 你恭敬他 请他帮忙 他率领诸神护佑你 注意我们生活的空间中 我们的神明是否帮你行善 还是帮你行恶 不在诸神 在于你自己 你自己的善心动的时候 诸神护佑你成善 你的恶心起的时候 邪神随之 使你成恶的成就 所以是起心动念很关键 所以我们在拜太岁的时候 不是恐惧太岁 太岁爷 你不要让我有灾祸 希望你不要害我 完蛋了 这不是在拜太岁 你在得罪太岁 因为太岁根本就不是这个角色 你这是拜我还是诅咒我 把我当邪神在这说了 不行 你要转变善念 哇 你是诸神总督 希望你这一生 这一年保佑我 岁岁平安 所有的灾祸都躲过 叫躲心 躲灾 懂不懂 只有你才能保护我 坚定的信祂是一个证的 不是祂害你的 不是祂害你的 所以是 古语有云 太岁当头座 无喜空有祸 可见太岁乃诸神中最有权力的年神 掌管人们一年的祸福 主宰全年运程 太岁神在所有神中影响力最大 宿有年中天子之称 掌管人世间一年的急凶祸福 这是我们华祖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礼俗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年初拜太岁 还有年末泄太岁的过程 有的人说老师我去年没有拜太岁 我现在要不要谢太岁 你说呢 老师刚才讲了要感恩啊 你为什么不谢下他 让我今年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啊 因为每年不是你行冲犯害的人才需要拜太岁 你没睡的人要不要拜啊 要不要拜啊 要拜啊 他是这一年的祸福总管啊 为什么非得那么洛里巴梭的去算是不是啊 所以我老人家就每年都拜 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才拜 所以我跟太岁爷太岁神关系很好 六十个太岁神都认识我 我每年拜 每个都认识我 他说那个张卜生 我要交班了 这个人不错 你明年好好保佑他 他不错他来谢我了 你记住谢太岁是感恩的 没饭没拜也要谢啊 也要谢啊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谢太岁拜太岁 不是只有四种属相的人 这四种属相尤其要拜 更要重视拜 不是四种属相的也要拜拜 拜了总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是一个注意 那么还有呢 古圣先贤为什么要拜太岁 大家要看 古圣先贤仰观天文辅差地理 动明宇宙自然真相 发现了宇宙的磁场规律 这是个生命磁场规律 不是普通的地理磁场规律 配以十天干十二地支 这就是我们的甲乙丙丁无几更新银葵 子丑银卯陈素 为身有素汉 组成的十天干十二地支 它是组成六十年一个循环 叫六十甲子 记录了什么 记录了宇宙磁场运转规律 现在明白了 不是不是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规律 不是你们认为的说 哦 原来这么麻烦 我们华人这么麻烦 不是 是我们的祖先他有智慧了 他已经发现了天人合一的秘密 共生体的秘密 这是那么 接而发现宇宙磁场 对万事万物都有影响 对你的事业有影响 对你的健康有影响 对你的婚姻有影响 对你要求baby有影响 所有你的人间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影响 所以是要重视宇宙天体的大的 共生体的场会作用到你 所以是包括人体跟命运 所以老祖先利用宇宙磁场 这个简单 既简单又复杂的阴阳五行规律 创造了中医学和各种命理学说 科学哦 不要再去搞江湖那些东西 蒙人家 这是科学规律的总结 然后按道教的宇宙哲学观来说 12年是宇宙规律的一个小周期 也就是本命年的一个小轮回 因为宇宙磁场不停地运动 天干地支产生形虫刻害 刚才说是你的甘知的问题 不是太岁要害你的问题 然后对我们的命运影响很大 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出生的八字 可以算准我们的命运 其实八字记录的不是我们的命运 而是我们出生时的宇宙磁场形态 宇宙形态不同发出来的磁场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出生年的地支就是本命太岁 本命太岁 祖师爷了解了宇宙磁场规律 同时发现了化解方法 祖师爷发现了宇宙磁场影响人 就说明人跟宇宙磁场是相通的 我称之为共生 场跟人的共生 既然是相通的就有化解的方法 祖师爷们发现了修行可以改变命运 你要改变命运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修行修炼 如果一个不修行不修炼的人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你越来越衰老 如果修行得法的人也有一个结果 就是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充满着活力 越来越不用化妆品还光鲜 还亮丽 还美 不单容貌美 心里更美 因为心里天天是开心 这是修炼跟不修炼的巨大差异 所以是古代没有一个不修炼者 我们现在越来越少修炼者是因为被科学家害的 所以是科学家的在200年的科学体系中建立的教育体系 祸害了你们 祸害着我们的儿孙 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些教育的结果 还会继续的代代的祸害我们的后代子孙 因为他丢失了宇宙十项的教学 丢弃了生命十项的教学 人变成了动物 因为你的物质的丰富而欢喜 因为你物质的缺失而烦恼 以物喜以物悲 古代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最终目标进化 灵性的提升升华 升到更高的生命状态中间去 这是生命之时下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我们上当上得不轻 我们以为我们的房子就是最终的追求 银行的存者是最终的追求 大错特错 因为那些东西对死人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死后你还死不了 因为还有一个灵要活现在另外的空间中 真正明白人通过修炼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自己死后活着 死后更荣耀地活着 死后更伟大的活着 这是生命之时下 我们需要用智慧 扭转自己的几十年以来的惯性思维 追求钱 追求房子 追求所谓的虚名 错了 所以要修炼 只有修炼才能改变命运 我们的祖师爷老祖宗古圣先贤 他们动明了宇宙自然之真理 他们超脱了 成了神仙 可以驾驭天地 驾驭阴阳五行 驾驭宇宙磁场 所以他们给我们这些后代子孙 留下了许多可以驾驭宇宙磁场 驾驭天地 改变命运的修行法门 拜拜是法门之一 这个叫礼敬诸神 通过礼敬可以改变他对我们的看法 帮助我们 所以大家要重视要求鬼神相做 我们不但深信鬼神之存在 还要提醒鬼神跟神明的相做 叫人在做 天在帮 鬼神在帮 都帮你 你就成功了 干嘛去得罪他们呢 所以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驱级避凶的方法 有的比方说躲心供奉太岁行军 参加法式道场请福奏 但是要注重福奏必须是有传承的 大家看到的这都是什么 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是你自己在积极如律令 还是太上老君在积极如律令 一个传承是授权 什么意思 就是师父给徒弟 师父的师父替天行道 通过修炼通灵通真 得到了天界的许可 众神的许可 允许他吃令 这个师父为了传承 交给徒弟 师父有这个权柄去授权 徒弟可以斥令 代表谁 代表太上老君 代表张天师 你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授权许可 你就是冒名鼎律 所以很多人照着书学符咒 照着书在什么念咒语 你在什么 冒名鼎律 什么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实际你张不生在积极如律令 你自己好自大还敢冒充太上老君 我就是太上老君 实际你是张不生 你有没有授权许可 有没有错误一下 没有 没有我可以代表说 我是新加坡的教育部长 我现在要进行教育改革 然后你得到总理的任命了没有 没有你敢去冒充教育部长 那不知犯罪了要抓起来了 所以很多为什么乱行法术者 乱花符咒者被天谴 我上次去台湾 他们那个山上有一个人画符很灵 帮人解难也很灵 所以他们当地人就请教我一个问题 说老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雷打死 我就去借着那个人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我就关了一下冒名顶替 冒名顶替 根本就没有传承 看了几本书就跟着书来做事情 然后结果天降罚他 你今天假装教育部长 人家不认识你以为你是真的 明天假装 后天假装 终有一天事情败露要去坐牢的 要去接受惩罚的 所以记住传承的重要性 不是随便我照着书画一个符就行了 你照着书画符什么时间好用 你先拿到那个传承 有传承的许可你再去画很好用 为什么你得到使用权了 没有的话要找传承 所以不管是法师道场还是符咒 都必须有传承 有修行的人做才管用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不通灵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法师现场没有场 为什么没有场 师父不通灵 他甚至自己都不相信鬼神 我有的时候跟一些做跑金颤的佛家法师 道家法师沟通的时候 我说师父鬼神方面的 现在物质世界了 科学昌明讲什么鬼神啊 我说我的老天爷你在超度法师 又遷鬼 又招神 又遷鬼的要做法师 不相信鬼神 那不是就是个演戏吗 我的天哪 演戏 不是真的在招请鬼神 管用吗 不管用 假的呀 所以是不好死 所以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有的人说 老师什么地方可以拜太岁好死啊 我跟你讲 你哪怕自己坐在家里 真诚的向虚空去拜太岁就好死了 因为太岁它既然是这一年的大总管总督神 你在哪里齐请它都好死 不需要一定去跑一个道场去拜才好死 是你的心跟它沟通 这种在我们的空间中的神 包括土地 包括城隍 随请随到 并不需要开光 并不需要这些很麻烦的程序 但是一个问题是 如果是一个邪灵道场 比上狐狸精主的一个道场 还有什么老鼠精主的道场 因为现在很多道场都是什么 我是王母娘娘 我是观世音菩萨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种道场大家不要去 为什么 太岁不去呀 太岁也一去 那些家伙吓得屁股尿流都跑掉了 太岁它是什么神呢 太岁它是比较慈悲的 这种不是正道场它去不去 不去呀 因为它往那一坐 哗啦哗啦那棒子都要跑光了 不去干扰你 你要玩你的东西你去玩吧 所以那种道场它也虽然反倒不在 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真诚地用心去拜 这就是要注意的 邪灵道场这些正神不在 包括土地都不在 包括土地都不在邪灵道场主法 因为它是府的正神 记住了 但是土地公公在你家里你搞一个土地公公像 搞一个土地的一个牌 一拜它就在 不需要开光 不用什么大法师去提醒 这些本身它就是在 它是属于地气的 你真心跟它沟通它就出现了 它也帮助你 所以大家不要被人骗 那么传承就是祖师爷一代一代的口传新秀 流传下来的 不是买本书照护了画表 更不是复印记复印 有的符咒是直接复印记印出来的 然后拿去用 没有用 有传承 祖师爷认可 天地神器认可 这个很重要 神界给么给你授权 没有授权 你就在欺骗 你那个符咒就不好死 有传承 天权在守 是上面授权的 2017年为丁有姬年 知年的本命太岁为唐杰大将军 生肖姬为本命 年之太岁 生肖兔 冲太岁 生肖龙 何太岁 生肖狗 亥太岁 陈 雾 有害为自行 龙 马 鸡 珠都要拜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是拜得很广泛的 不是只有网络上的四种才要拜 三命通会 有云 何太岁为汇气煞 执太岁 欲行太岁 冲太岁 亥太岁 以及何太岁 总称泛太岁 泛太岁是一个广泛的名词 泛太岁流年不利 大多有不辞之灾 亦破财 招小人 感情不顺 事业不利 意外之灾 还是要拜拜 所以我们年末到场有一个谢 谢胎岁跟谢财神的一个法会 刚好赶上周末 如果有时间来参与一下 初九我们有一个拜天宫 拜太岁 拜财神的这么一个法会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参与一下 所以今年的太岁是谁呢 是这位大将军 唐杰大将军 记住所有的太岁都是人神 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有功于世纪 我们人神有几种 土地公公 城隍公公 城隍爷 这些都是人死后他活着的时候做了福德 不是自私自利 他为一方人去着想的这种人 被封为他的死后的灵被封神 封成土地 封成什么 城隍 封成六十甲子神 六十甲子神 这叫封神 所以这些封神大部分是活着的时候 有功于社稷 有功于国家 有功于人类的这些 应该受人敬仰的人成为的神 这个叫封神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封神榜 封神榜 封神榜也是一个功夫书 里面有很多的机密 不跟西游记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谢太岁 拜太岁 为什么要拜天公 这些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宇宙共生体中 要恭敬那些有德行的人 神 古代说要敬大人 为大人 人分大人跟小人 小人长期期 只为自己毛腹力的人 叫小人 君子坦荡荡 心怀天下 心怀众生 这种人成为君子 成为大人 所以古代说要敬畏大人 敬畏天地 那么我们只有敬畏心 只有恭敬心 大悲心 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共生体的六道众生 甚至十法界众生和平共处 所以大家要纵使 我们跟共生体的有灵的灵界众生 要和谐共处 要跟无灵的空间 共生体的空间 你的住宅 你的办公室 你的太阳系 你生存的银河系 你生存的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这个大环境 要这个共生体 也要和谐共处 两个和谐都搞定了 你的生命就了不得 你的所愿 心里都能得到满足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春节是要干这些事的 不是吃吃喝喝的 吃喝酒 吃什么 饭 飲 Nevada 喝喝